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2月5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蹤一下港鐵有爆大禍 講述將軍澳站的事故相信各位網友略有所聞 了解一下當中的意外細節和片有真相 有乘客在隧道摸黑 多達1,500人在隧道行走 當中亦有人需要宋怨這次事故 即是剛剛發生的上次那宗脫門事件後 再一嚴重的事故和各位一起講講最新的情境 另一邊也要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網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將軍澳線列車是故障 1,500人要摸黑走出路軌 乘客就說好像是撕殺列車 報道的來文是 將軍澳線又發生嚴重事故 今天12月5日早上8時57分 港鐵將軍澳線往北角方向的一輛列車 在將軍澳賣站前發生故障 消息指邵氏列車是一輛韓製列車 懷疑車卡與車卡之間連接出現送脫 車卡之間的雙連組件突起損毀 電力供應亦突然停止 車內七黑一片 乘客要摸黑離開 十分狼狽 港鐵宣布早上約摸9時18分 將軍澳線有列車 在將軍澳站附近出現故障 將軍澳線服務受阻 來往北角至條頸嶺站為前5分鐘一班車 來往條頸嶺至康城站暫停服務 而來往條頸嶺到保林站也暫停服務 事故發生過後 條頸嶺站有大批乘客離開 步行到將軍澳站 將軍澳站已經暫停了 港鐵指乘客如果想乘搭其他路線出九龍或國區 就要步行往條頸嶺站轉移其他列車路線 事故發生過後 條頸嶺站有大批乘客離開 他們都是由將軍澳站步行離開 現在將軍澳站已經暫停 港鐵指乘客如果要乘搭其他路線出九龍或國區 就要步行到條頸嶺站轉移其他列車路線 現場所見將軍澳站2號月台往北角方向 列車出現故障 有乘客在職員安排下 由吐心門離開車廂 摸黑沿路鬼步行回月台 期間有兩名女乘客不惜送院 另外看看相關的報道BB車是抬上月台 乘客抱怨以為拍戲才會有這樣的情節 報道的來聞是這樣的 港鐵將軍澳線在上班繁忙時列車故障 大批乘客需要摸黑在路鬼步行回月台 其間有兩名女乘客不舒服 包括一名孕婦 當中有乘客推著BB車 需要消防員協助返回月台 有乘客在社交平台上載 摸黑沿逃生的片段 並帶身以為拍戲才會有這樣的情節 乘客吳先生推著BB車乘搭港鐵架 怎知在中途出事 他只出事過後 在車廂等待約半小時 其後由職員安排下從吐心門離開車廂 沿路鬼回月台 期間他只未見混亂 不過原本要和BB上課 現在只能接返回家 有女網友把自己摸黑沿逃鬼步行的片段上載到社交平台 他抱怨 港鐵我真的麻煩你 已經過半小時沒有坐過 出道去將軍澳 又說沒有接過巴士 要自己走去條頸嶺 乘回地鐵過海 有網友回應 以為拍戲才會有這樣的情節 有網友形容是撕殺列車 說這部電話不錯 這麼黑的環境拍片 也這麼清晰 網友回應 不過地鐵還要加價 可能就是需要我們給維修費 列車來往北角至條頸嶺站 維持五分鐘一班車 來往條頸嶺至看城及保林站 就暫停服務 事故發生後 條頸嶺站有大批乘客離開 現場有港鐵職員及警員維持秩序 並協助市民 將軍澳站暫時關閉 大家看到相關的報道有相關片段 在路軌裏面就摸黑離開 大批乘客都在條頸嶺站離開 除了行程大失預算外 事件中亦有兩位乘客需要送去醫院 又一次嚴重的港鐵事故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製造了這個事故 根據另一則相關報道 根據星島日報報道 車卡懷疑移位送脫 消防署是公開最新的照片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將軍澳線今早出現列車嚴重事故 據立法會議員張欣宇了解 一輛韓制將軍澳線列車的車卡與車卡之間連接 出現送脫 乘客需要經路軌疏散離開兆市列車 根據消防署公開攝氏車卡照片 車卡懷疑移位鬆脫 車卡地板金屬板損毀 有港鐵工程人員摸黑用工具鬆開車卡 消防員就在意外位置進行調查 另一邊也看看現在的市面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因為將軍澳站列車故障 巴士站是大排長龍 兩名女子送月包括孕婦 有關港鐵事故我們會持續跟進 又想看看港鐵稍後如何回應 亦說相關賠償有一個頂峰 最多2500萬 又是晚一天請大家搭車算數 不過意外越來越誇張 亦開始有乘客受傷的關係 不禁令市民問港鐵搞甚麼 連連加價 不過是否用來做維修費呢 轉體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灣仔有的士失控 越過對面線 陽城三車傷撞壓四人受傷 報導的難民是這樣的 灣仔發生驚險車禍 陽城三車喘笑 昨晚是12月4日晚上10時多 姓林68歲的男子 駕駛一輛載客的的士 沿堅拿到天橋往香港方向行駛 去到告示打到灣仔交會處一個彎位的時間 突然失控衝過對面線 同一輛駛向九龍白色福士形頭相撞 尾隨另一輛黑色瓶自私家車 是修製不及 猛撼福士的車尾 意外一共造成私人受傷 一平宋願自理 希望傷者盡快好 但為何會越過對面行車線的形頭相撞 事故相對嚴重 仍然有待調查 另一宗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香港阻駕五世紀念公園廁所遭到縱火 警方追緝狂徒 報道的內文是 西區出現縱火狂徒 昨晚12月4日11時多 西半山醫院到香港阻駕五世紀念公園冒出濃煙 街坊途經發現一個殘廁起火 於是報警 消防到場將火救星 南廁內兩部吹風機嚴重焚毀 殘廁內有一部吹風機負之一具 部份零件消至非脫化成灰盡 長身嚴重分黑 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處理 正在追查起火原因 西區出現縱火狂徒 沒有原因地去銷毀一些東西 警方正在追查中暫時未有人被捕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路友記 今早將軍澳線的地鐵嚴重事故很需要跟進 當中有兩位商者送院 其中據了解一位是孕婦 希望他們盡快好 而事實上港鐵近期的意外也可說是接二連三 之前的脫門現在說車卡與車卡之間 不知道是否有組件鬆脫 若然再次發生意外難保再有乘客受傷 港鐵作為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而政府是責無膀態地做好監管工作 不是每次罰錢就算數 罰的錢亦對港鐵利益來說沒所謂的狗牛一毛 結果每次的感覺就好像意外過後 檢討沒有多久又有新事發生 相關的意外事故我們會持續跟進 希望今早的商者儘快康復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